前两期的三个小故事让大家对于故事的主人公有了简单的了解 一个是胆大且嚣张冷静 一个是胆小且毫无主见 但是上期不是说了吗 三个故事只能算是序章 而且为了之后出现金额让大家有直观印象吧 汇率的话人民币一块钱大概就是20日元左右 当年是17 之后呢我就按照这个20的算吧 好计算 好了不再废话 开始今天的内容 侍皇者整篇的开胃菜 在一栋漆黑的大厦里 一个男人气喘吁吁地抱着个包在奔跑 突然这个四处张望的男人跌倒在地 他的小腿竟给切断了 男人是惨叫连连并发出求饶 他对黑暗中靠近的人说 结束了 拜托了钱还你 放过我吧 而对于他的求饶 对方只是丢下块手帕 让他擦擦地上的血迹 以为对方放过了自己的男人 自然是为命是从 可是扶着身子低着头的男人却好奇 这地面上的血为何会越擦越多呀 当那个愉悦的声音再次传来使他明白 因为那是自己的血压 对方之所以愉悦是因为打猎太好玩了 随着那变态般的笑声 镜头一转来到了赌桌上 有些奇怪的是发笑的这位老伯竟然是书家 这位老伯名叫九重大郎 是已经空置的九重大厦的业主 绰号Q大郎 他笑着说你们真厉害啊 在这栋大厦里玩没有庄稼的赌博 就是有意思 随即兴致勃勃地要求继续 而对面坐着的竟是莫与伟 与莫兴致缺缺不同 伟很兴奋 因为他一直在赢 他觉得今天自己的运气很棒 而他们之所以会出现在这栋空置的大厦里 还要从一个小时前说起 二人再次出现在地下赌场里 但莫一直在叹气 伟很好奇为什么莫先生不去玩轮盘了 莫无精打采的骂伟就是傻瓜 上次那种情况不会常常发生的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就算在这种地方客人们输钱的比率是很高的 跟庄稼赌 你赌的越多 输的就越多 最理想的就是单对单 可是却又没有那么容易找到对手 是吧 搭讪的是一位笑眯眯的老婆 她之所以无端搭讪 因为她的想法与莫一样 单对单才是最有意思的 所以她诚挚地邀请这位志同道合的年轻人 莫接受了 但是在他们离开后 八台的酒保与赌场的保安聊天的内容 有些惊悚 那位老婆又将人带走了 说起来那些客人在和老人离开后 再也不曾回来过 时间回到现在 唯也开始无聊了 虽然开始一直赢 觉得很有意思 很好玩 但这个老婆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大厦的业主 但这筑马也不大呀 老人眼看这个也有些提不起劲 随即提议要不要来局大的 一千万要不要赌啊 这么一大笔现金摆在桌上 伪先是震惊 然后不同于淡定地吃着梅干的末 她开始紧张 这是要赌什么呀 老人则很喜欢这种没见过什么世面的人 而赌局也很简单 她一脸病态兴奋地说 只要你们能将钱带走 离开这栋大厦 然后就可以直接回家了 怎么样 来不来 收起表情后的老人又满是蛊惑的语气 诱惑着紧张到发抖的尾 来 尽管拿去吧 而她的心底则在笑 这种人再怎么考虑结果都一样 没见过这么多钱的人就和猫没什么两样 有钱能使鬼推磨呀 没有人可以抵挡钱的魔力 但这一次这个白发的年轻人好像有点与众不同 墨依旧是兴致缺缺 她本以为这个老家伙总算是露出本性 可这筑马根本不够看 她在一进大厦就闻到有浓烈的血腥味 而你身上又有杀人后的味道 被看穿了 但这个老人并不慌张 因为一个头戴面具 身高马大的肌肉男 悄无声息的出现在她的身旁 而墨的敏锐也让老人本打算等二人拿钱后才说的话 现在就告诉他们 你们能带着钱离开就算赢 我方会全力阻止 规则就是如此的简单 但这墨依旧提不起兴趣 还是那句话 彩金不够看 老人接着说 为了保证这场白日化的赌局的公平性 他打算请一位赌狼俱乐部的公正人 第一次为见到了表情僵硬的墨 他从没想到 这种表情会出现在一个冷静的白人的脸上 墨先生的表情 竟会是那样 不一会儿对方到场 他自称是赌狼俱乐部的二号公正人 叶行飞古一 他将主持这场赌局 听着他做着自我介绍的伟 在不久之后才知道 小时候父母老师所教导的道德是多么的薄弱 人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 对于这位主持人的到来 伟与莫的淡定自若不同 他十分的好奇 既好奇对方的身份 也好奇赌狼是什么 而这位负责人则注意到莫的奇特的相貌 但依旧是不动声色的为非俱乐部会员的二人做着说明 赌狼是应会员要求以中立的立场主持赌局的组织 分出胜负后 俱乐部负责收取赌局的赌注 哪怕那赌注是你们的性命 这一话让伟这个小年轻有些呆滞自己不会听错了吧 主持人则接着讲述俱乐部的历史 早在441年前就已经有活动记录了 初代主持的建立之初 主要负责惩处那些愿赌却不服输的人 惩处对象由最初的百姓到后来的商人武士官员 就这样利用俱乐部的人们阶级也是越来越高 就连当权者之间的赌局也会找赌狼来主持 特别是当筹码与规则发生难解的争拗时 主事都会恰当地主持公道 俱乐部之所以屹立不倒是因为 他一定能将赌注收回 初代是个忍述高手 他不管对方身份地位权力如何 一定会收回赌注 因为这一特性受到了当权人的信任 而赌狼的影响力没过多久就直达国家核心 而且还有一则关于初代战绩的传闻 完成了霸业的志田信长 不知道是兴起还是什么 竟然用自己的手机与主持打赌 据说他输了 而且在本能寺被主持收回赌注 也就是手机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 像是英天文外之变 明智维新的暗杀事件等等等等 历史上 无数事件都是因为赌狼在回手赌注 Q可能是听了不是一次 有些不耐烦地打断了夜行的介绍 因为接下来着重要谈的是双方的注码 他希望以赌狼中立的立场来决定金额 而提到注码 莫发话了 自己不要钱 他咬碎酸梅干并且嚣张地指着对方说 自己要你在赌狼的汇集如何 Q表面笑哈哈心底却按摩对方笨蛋 应是听了故事就觉得有趣 也不想想这东西本身的价值 但他并没有过多说什么 而是将决定权交给了一旁的夜行 并提醒他 当初这汇集应该远远超过一千万了吧 夜行再次向莫确认下 是否赢了就要俱乐部的汇集 得到确认后夜行也无意义 并确定以Q大郎的汇集为赌注 但他二人的自顾字 让刚刚还说一切听从夜行决定的Q有些火大 心底暗骂 这汇集的价值可不止一千万那么点啊 这个臭小鬼值这个价吗 所以嘴上他说 至少希望告诉一下自己理据在哪吧 而夜行对于脸色阴沉Q的回答就有些意思了 不需要理据 赌狼的判断是绝对的 阁下交由我们决定 我们绝对不会无措 既然阁下将判断权交给俱乐部 就请遵守游戏规则 夜行的强硬让Q还想尝试再说些什么 突然一句你怕吗传来 是莫 他嚣张地笑着说 假如你怕了 无所谓的 现在弃权也行 趁你还未被吃掉 被小瞧了 老练的猎手竟然被指带载的猎物给嘲笑了 Q一阵大笑后 他接受了 反正自己输掉的机会连万分之一都没有 所以有些恼怒的他加住了 自己的汇集再加一千万 并趁现在说清楚 离开大厦你们赢 自己一方会设法阻止 就这些没问题吧 莫自然是不会反对 而小透明尾则十分的奇怪 这状况为何是越来的越莫名其妙 老伯的筑马是一千万 那我们的又是什么呢 离开大厦吗 而夜行得到了双方的确认 今晚赌局的胜负取决于两位成功离开大厦 亦或者九重先生阻拦和致富二位 两位离开这个房间后一分钟 赌局正式开始 除此以外没有任何限制 赤皇者莫对Q大郎赌局开始 作者先是给了一副示意图 现在所有人身处五层 伪拎着包来到电梯前 可是这时的电源明显被切断 现在只能走楼梯 也正是由于切断了电源 楼梯间漆黑无比 可莫却毫不在意 因为现在要加快速度了 房间里Q大郎慢挑思理地戴着耳机 看着他夜行忍不住地提醒 一分钟时间差不多了 还不打算追击吗 Q却不紧不慢地说 这是每次都要走的步骤 这场赌局是有既定顺序的 夜行先生初次到来 难怪会不知道 说到这儿Q他又笑了 因为在他看来 准备的前戏花了那么长的时间 假如一下子就结束 实属无趣 这栋楼里有很多选择 而他们的生命则会慢慢地流失 每次选错都会流失一滴 直到生命的水滴流光为止 而二人的第一个选择是向上 没错 爬楼去天台 要说漆黑一片 上下都一样 而且下边啊 太臭了 那是雪和湿臭的味道 安静等待的Q发现 这么长时间没有惨叫声传来 这说明作为开胃小菜的小陷阱 没起到作用 他们这是决定去天台了吗 对于二人的选择 Q兴奋了 因为向上既正确也不正确 蠢材和烟都喜欢往高处走啊 那里依旧是绝境 此时的楼道里 二人是气喘吁吁 因为伟竟然在负重前行 他大叫 莫先生 没体力也要有个限度啊 不一会儿体力充沛的伟带着莫来到了天台 看来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场处啊 伟喘着粗气的同时也私下查看 这里毫无生路 总不能跳过去吧 就这距离 有一丝也做不到啊 而此时的伟 不知道是真的单纯还是只是在逃避 他还在觉得 那位老伯是不是就是不甘寂寞呀 才搞出了这种无聊的事 甚至他还觉得 应酬那种无所事事的老人家 真累啊 对于这样的伟 莫是轻描淡写的拍肩安慰 不用担心的 这句话 让故作镇定的伟有些破防 他很清楚 一千万的巨款 浑身肌肉的暴力面具男 那个明显态度大变的老伯 自己再怎么唇也知道 这不是闹着玩 只是假如莫先生真的肯附和下自己 那么自己很可能就会抱着 豁出去一切的心情玩下去 但他的这句不用担心 让自己背看安心 没错 咱们不可能被杀的 他们不可能用枪射杀我们的 想到这儿 他寻为一脸淡定的墨 是不是有什么计划 需要自己做什么吗 自己都会无条件配合的 但是这个刚刚在自己心中 无比信任的男人 竟然叫自己从那边的栏杆 跳下去 不知过了多久 那扇厚重的门被慢慢地打开 门后是发着怪笑的男人 以及戴着消音器的枪 是个头戴夜市仪 一手持枪 一手握刀的男人 在开门的同时 Q像是即将高潮一般 因为终于到上菜时刻了 但他也提醒到 不要下手太重 要慢慢地 慢慢地折磨他们 首先自己想要听到 他们的惨叫声 原来那笑声啊 是从灭俊男的耳机里传出来的 而最先出现在Q身旁的壮汉 依旧在他身边 Q大笑 因为自己从始至终没说过 只有一个人去追击啊 自己只说会阻止他们 所以这不算反规 然而就在Q准备享受这次盛宴时 主持人开口了 这次的规则是经过双方确认 身为主持人的自己 也不打算说些什么 但你们似乎上赛太多了吧 自己这么说可能并不公平 但很担心这赌局 恐怕无法继续进行 这话让即将高潮的Q十分的不满 你在胡说些什么 赌局已经开始了 所以废话少说 不许妨碍我 可叶行依旧要把话说完 因为这样下去 你肯定会被打败的 被始皇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